毛泽东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战略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个教书先生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 刚满18岁的毛泽东 就意气风发地参加了湖南新军 当兵生涯虽只有半年 但却初步掌握了一些军事常识 后来他还在学生志愿军里当过连长 1927年9月 毛泽东领导乡干边界秋收起 创造性的在井冈山建立了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确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 这一阶段 毛泽东还提出了乡杆子里面出政权 党指挥枪的著名论断 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处在低潮 其部队遭到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反动军队的抵抗 受到严重损失 针对部队中出现的低落情绪 毛泽东即使组织了著名的三弯改编 把支部建在帘上 特别是之后的古田会议决议 奠定了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8年4月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 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 在井冈山会市 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工农红军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的伟大事件中 应遇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 与朱德等人一起提出了游击战的驻载原则 十六指军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毛泽东领导红军赢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红军被迫放弃乡恶干革命根据地 进行了惊世骇俗的长征 在敌军围困万千虫 红军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 毛泽东指挥红军四度赤水 演绎了一场用兵如神的经典运动战 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 最为得意的神来之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 他代表党中央发布了全面的 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总方针 8月25日 他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 与副主席朱德周恩来 共同签发了红军主力改编委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八路军随即开赴抗日前线 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毛举熙高瞻远逐 把抗尔游击战从战术范围提到战略高度 1938年5月 毛举熙还写下了永在史册的论持久战 科学地认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 为全国军民指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道路 论持久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使各地抗日军民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 演示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 1945年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这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 第一次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1946年6月26日 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 蒋介石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 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1947年3月 蒋介石集中兵力 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3月16日 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命令 针对当时蒋介石对陕北的大举进犯 毛泽东决定力气锋芒 主动地撤出延安 目的是右滴深入 待机坚定 先后取得了青花匾 羊马河 盘龙 这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 彻底粉碎了敌人 消灭中共首脑机关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企图 1947年7月到9月间 毛泽东抓住时机 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 以独特的方式 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当时国民党总兵力为370万人 解放军为195万人 再次创造了以少胜多 以小胜大 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 与此同时 三陆大军实行中央突破 挺进中原 在总体上形成了三军协同 两亿千字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 奇迹般地改变了战争态势和战略格局 毛泽东运筹的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构成的大决战 终于到来了 大决战绝对了 决定的中国的命名 而这场大决战 是从东北战场上发起的 辽沈战役开始的 说这个时候啊 东北人民解放军呢 已经发展到了103万人 并且已经讲呢 55万的敌军 分割包围在锦州 沈阳 长存 这三个孤立的地区 是首先具备 进行战略决战条件的一个战场 10月15号 东北野战军呢 攻克了锦州 说对人民解放军 首先攻克锦州这个决策 被俘的 东北较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他后来说啊 他说这一招 非雄才大略之人 是做不出来的 辽沈战役 历史52天 坚敌47.2万人 淮海战役 历史65天 坚敌55.5万人 平津战役 历史64天 坚敌52万余人 经过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1949年4月20日 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21日 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出向全国禁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百周竞发强渡长江 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顷刻瓦解 10月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1950年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恰恰以此为借口 在1950年6月27日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 也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阻挠中国的统一 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就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迎战 来抗击美国的侵略 9月15日 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人川登陆 朝鲜战局发生逆转 10月8日 毛泽东发布命令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 由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挂帅出政 志愿军连续发动了五次战遇 这就是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呢 不得不做到谈判桌前来寻求和平解决 1952年2月21日下午 彭德怀回到北京 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的战事情况 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 毛泽东听了以后一时沉默不语 他伸手去拿烟 两次都没能降烟 从烟盒里抽出来 最后还是警卫战士 帮他取出香烟 他大口的吸着 清善处处埋中骨 何必马阁裹尸还 经毛泽东同意 毛岸英烈士和志愿军千万名烈士一样 被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 成为中朝人民有益的象征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 无论是战争年代 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他都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与发展 担惊截律 偶心立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就为人民解放军从单一兵种 向多兵种建设的发展 操进了心 他率先提出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并任命萧敬光为海军司令员 此后 有领导组建了空军 防空军 公安军 炮兵 装甲兵 工程兵 铁道兵 通信兵 防化兵等军兵种 1949年10月 毛泽东任命刘亚勒为空军司令员 并批准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 空军领导机关组织空军部队 轮番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 人民解放军 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阵 担负其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保卫国家主权 领补完整和安全的神圣使命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与世长辞 一代伟人陨落 但以他为主创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为正确指导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 国防建设的实践 提供了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至今指引着人民解放军 在建设现代化 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 阔步前进